大家好 我是這門課講師Louis 常常有人問我 我現在存款只有幾萬 可以投資嗎 投資是不是很危險啊 你這麼年輕是怎麼做到的 投資的成果其實與年齡或存款都無關 投資究竟是什麼 要怎麼樣擺脫窮忙的包袱 如何才能讓人生不僅只有工作 而是用你的工作 讓自己能過更舒適的生活 這檔課將帶你重新理解 投資是怎麼一回事 提早開始培養投資的思維 不但能改變你對錢的認知 還可以讓你擁有更優雅的生活方式 我和大多數的人一樣 在大學時拼命打工 也煩惱過未來找不到工作 曾經拿打工累積的資金輾轉進入股市 但而不幸慘賠收場 經過無數次的嘗試 後來我設計出一套穩健的獲利模式 目前一年平均穩定獲益 可以達到450到600萬 我們將課程分為初期基本知識 中期切入技術面 後期技術指標和建立正確心態 帶你客觀地將正確的投資知識 有效轉化成實質的獲利 讓你更有能力判斷市場上的訊息 減少犯錯賠錢的機會 就算你完全不懂投資也沒有關係 我會在課程中為你建立最基礎的知識 講解實際操作 並示範思考的方向 甚至分析大多數人失敗的心態和原因 投資界從不缺乏一夜制服的傳說 能夠穩定獲利的人卻少之又少 尋完這門課程 讓你可以不用再用錯誤的心態 或是但以勞力換取金錢 讓我帶你顛覆對金錢的想像 開始建立你的獲益思維 如果你對課程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隨時在發問區提問 那我們課堂見